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Vicky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或者我的影片播出的时候 已经是圣诞节或者圣诞节前夕了 那圣诞大餐中最必不可少的主餐是什么呢 就是烤火鸡 那今天呢我就要和朋友们一起烤一只巨大的火鸡 首先呢最必不可少的当然是一只火鸡 需要一块黄油 这个黄油呢已经在室温的情况下放了大概半个小时了 需要的香料呢有熟尾草 其实呢是需要百里香 但是百里香的超市里面也卖光了 所以我买的是柠檬草 迷迭香 还有一头大蒜 我也会在鸡的里面放入花椒 说到这个花椒呢我最喜欢的一款就是这个 名字叫做四川麻辣青花椒 我认为呢这款花椒是我吃过的所有花椒里面味道最好的一款 一份高汤 实际上呢高汤应该用鸡高汤 但是我买的时候 我买错了我买的是鱼高汤 接下来四根胡萝卜 大家注意因为我买的火鸡是太大了 所以我准备的辅料也非常的多 如果你的火鸡比较小的话 要把辅料减半 我现在需要的是四根胡萝卜 两个柠檬 四个洋葱 三个土豆 还有一大堆的芹菜 首先我们将烤箱预热 大家注意烤火鸡之前呢 首先要把它从冰箱里面取出来 大概放置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因为对于火鸡来说 或者说是对于其他任何一种肉质来说 如果你用烤的烹制方式的话 那么接近常温的肉 比冷藏温度的肉要更鲜美一些 将所有的配菜切成大块 放在烤盘中备用 看这个胡萝卜是我女儿刚才偷吃过的 切胡萝卜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它的头部比较细嘛 所以切的长一些 越到根部呢 它越粗 所以就短一些 这个蒜 先取下两瓣 剩下的不用剥皮 纵向对半切开 到现在为止呢 一大堆的配菜就搞定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处理火鸡 我们现在来做火鸡的酱料 首先呢 把所有香料的小叶子 从它的茎上撕下来 这些香料呢 包括迷迭香 百里香 但是我没有买到百里香 用的是柠檬草 还有熟尾草 接着呢 用刀把这些香料的小叶子 再细细的切碎 接着呢 不要把香料碎和黄油混合 碾成泥 但是我觉得我之前准备的这个盆 有一点小 所以我换成一个大一点的盆 加入两瓣酸的蒜末 再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 接着呢 用软软的铲子 把所有的东西混合均匀 把黄油也碾成泥状 我习惯将火鸡的屁股和脖子去掉 尤其注意 脖子那里有很厚的鸡皮 那些鸡皮我一般都会去掉 接下来重点来了 用手将火鸡的皮和肉分离开 这个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千万不要把这个鸡皮捅破 捅破了呢 一个是不美观 一个是里面我要塞进去的酱料 就会往外流了 将火鸡的皮和肉分开之后呢 就将大部分的刚才调到黄油酱料 塞到皮和肉之间的地方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啊 我就把这个东西抹到这个一坨 那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抹到 抹得不均匀能行吗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呢 它里面主要是黄油嘛 如果在烤制的过程中 黄油融化了 就会流到下面来了 鸡翅膀的入口处这里 要多塞一点 让它往鸡翅膀的地方使劲流 将少部分的黄油酱料呢 抹在鸡的外面 和抹在鸡肚子里面 将刚才切好的配菜 满满的塞到鸡肚子里面 用牙签封口 刚才的这些香料呢 叶子已经用了 茎呢 如果你还没有扔 现在可以放到配菜的上面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吃剑 压到它的身子下面 省得它烤糊了 最后呢 我会把一些花椒 最后呢 我将鱼高汤 其实应该是鸡高汤 浇到火鸡的周围和配菜上 如果你没有准备高汤 也没有关系 就用油 盐和胡椒就可以了 把火鸡放到烤箱里面 好了 这个巨大的火鸡呢 我已经放到了烤箱里面 第一次呢 先烤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之后 还没有完 稍等我一下 我马上告诉你要怎么办 哈喽 大家好 已经两个小时了 施动物已经换装了 因为我刚才去跳操了 两个小时之后呢 火鸡已经有了 非常漂亮的颜色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看它的表面的颜色 已经非常漂亮了 花椒已经糊了 but I don't care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里面的温度 它里面的温度 应该是165度的时候 这个鸡的状态是最好的 其实6度呢 就说明它还没有熟 我们需要再去烤 如果超过了165度呢 你的鸡就烤得太过了 过干了 就不好吃了 其实呢 这个市面上有卖那种 在你烧烤的同时 实时监测 这个鸡内部温度的一种 监测器吧 就是和它一样 但是中间会有一个管 你把这根针 扎到鸡的里面去 然后 你把这根针 扎到鸡的里面去 然后这根管可以延伸出来 你看着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 达到了165度 你就关烤箱 把食物拿出来就行了 你使用那个呢 是一种最方便 最不会出现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你如果没有那种装备呢 大开这个火鸡 再烤一个半小时左右 用它测量一下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呢 你就用刀子割开 看一下内部状态 如果还有血 那肯定是不行 你还要再放回去继续烧 继续烤 那如果没有血了 那就说你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呢 我需要用这个锡箔纸 或者是铝箔纸 把它全部包裹住 再放到烤箱里面 烤大概一个半小时 最后呢 就把这个火鸡 放到一个盘子里面 放上一些装饰品 在这里我放的是红辣椒 一些rosemary 清宁 还有一些meat 薄荷 在旁边呢 放了一杯果汁 还有一个蜡烛 这个烤火鸡呢 虽然整体来说用时比较长 但是大部分都是等操作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而且呢如果你在圣诞的时候 为家里摆上这样的一份大餐 再加一点音乐 加几个蜡烛 真的超级有圣诞的节日气氛 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就请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来支持我频道的增长 还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每一次的视频 同时还希望大家能够到这些平台 继续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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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